Lets Unboard! 我是刀鋒 我是阿炮 現在爆箱的就是 Ultra Mantega Ultra Rebecca Spark Lens 是不是拿錯東西? 死開吧 今天爆箱的就是 Ultra Rebecca Spark Lens 25周年版 Dicca 25周年 Dicca Dina Gaiya 25周年 我想說 雖然兩把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機能上 完全是集25年的大城 像Sparclar Sput 和像Buck 剛才我一拿回來 我已經馬上跟阿都說 我都不行 這盒東西 真的是神物 我馬上已經示範了 變了一次 對 我也很奇怪 因為觀眾 是狂 催我什麼時候開的東西 對 那些觀眾就是 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開 直播也好 Youtube也好多人都催我 那我就說 Dicca沒什麼玩的 為什麼你這麼期待 對 其實我當時跟阿都 是完全同一個想法 所以我從來沒有在意 特別跟阿都說 喂 阿都要拍Dicca 都沒有的 直至昨天 玩完之後 我玩完之後 我立即打給老拋 喂老拋 明天拿到舊那枝回來 要討伐一下舊那枝 為什麼呢 我玩完 本身期待這枝 舊版的 Rubica 玩完 那時候 剛剛已經開 Dicca 只有Dicca 不用買 當時我跟Pow 一起買 其實Sparkland 當年 跟吉田 那枝變身器 一起開新 Rubica 開山第一座 沒錯 當時是他們兩個同時 所以當時是非常期待 因為感覺好像是 超人的CSM都來 這個比喻是最好的 因為當時大家已經 玩到如火如荼 拉打那邊 所以超人那邊公佈的時候 我跟Pow是超期待 即訂的 一拿到上手 粗口橫飛 那麽糟 就是失望 尤其是對於CSM 有一個降的想法 對 因為新的那枝 機能上是太多 所以我們有機會 未必玩得齊 不過我們盡量玩 盡量滿足 阿P 玩之前你也拿一拿 舊的說明書出來 大家就明白我們 你不要拿那張 好了 首先就是給大家看看 初代的 Ultra Rubica 的說明書 攤開它 普通 很大張 正常的 一張後面白的 嘩 多遠 沒錯 就這樣一張過 有請鴨 展示一下 這張 很小的 23年很小的 很小的 哇 精明上鵝肚 而且 後面我不是空白的 我是都有東西 瘋 所以 真的玩不齊都沒辦法 那 立即拿兩盒東西出來 就是了 你看到這隻 是比較實色一點 沒有什麼光澤的 你看到這隻金 就會是亮麗很多 他這裡 他聲稱這25周年版 是用了最新的 即是他都是說最新技術的 是 數碼編上去的 噢 所以就變了出貨的時候 可以所有量產的紋理 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你可能 大家如果有留意 其實這個製作方式 就是Revise 現在的小印 那些 那些 那些膠呢 其實就是他們當時 拿出來工廠的時候 是隨機 就是隨意的 拌一些膠 然後最後拌出來 那就有機會 各個不同 但是他就為了重演 劇中的Poxy 他就簡直是 看著劇中的Poxy 那些雲世脈 做一張圖出來 然後再數碼編 這麼厲害 那他就不會 解說 這個像是原子不漏脈的感覺 先指聲明一下 白色那些 是因為我把這些東西 放在這櫃櫃 沒有動過 所以才這樣 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沒有理由 放在那裡沒有動過 阿鴨你泥一口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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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新的有三個按鈕 啊 舊的只有一個按鈕 而且還要有很大的螺絲 是的 那開關就在這裏 那一開就厲害了 先聽一下 好 阿都應該不熟 都懂得過 我聞靈那時候的TITLE 那時候聽小聲 就連你記得最新TORIGA第一集 其實他也有用回這個聲音 是 所以這個OPENING已經很棒了 好了 那基本講一講 是 那開關之前 其實已經有三個Mode選擇 是 那你見到它有三個按鈕 分別是按住左 和按住右 都會有這個所謂B Mode和C Mode 是的 那我們現在STANDARD 就是所謂的A Mode A Mode就是普通模式 那我們先來一下普通的變身 那按中按鈕 真的很簡單 是 對 那最通常變身 那通常變身之後 有三個按鈕 那 那 右邊這顆呢 就是迪家普通的叫聲 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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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按緊它呢 就是很熟悉的了 大家 低鈕 低鈕 沒錯 那再按緊一次 1 石飛B用火聲 那呢 做完這件事 我又要讚一下這個部分 那麼你平時 一個普通變身戲做完 低能低能 發完四光 就關機再開轉模式 他又不是 我想應該是第一次 他加入了變身打完怪獸 超人飛走的聲音 就代表取消了這個變身 就長按中間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變身的循環 所以我覺得這一下有點驚喜 再回去 玩完剛才 其實基本上是Multiform的東西 再變成一次身 這次是加入了轉方式 還有這次我覺得他做得最好的就是 你不會覺得你不清晰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當年我們記不記得我們玩Nexus 有很多G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 現在是什麼form 或者現在所謂的特定話數 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但是這次這個就相對很清晰 現在變身短按一下 就是轉方式 後面好很多 而且顏色 他告訴你現在變成什麼方式 而且我一會這樣看 他是 紫色比藍色多 因為舊版是藍色多一點 好 接著呢 轉方式 這顆又會不同了 叫聲一樣 但是 絕招會轉了 對呀 飛刀仔 對呀 飛刀仔 那再按一段短按右 就紫色變成紅色了 對呀 現在變成紅色了 長按招絕招又變成紅色的絕招 左邊按鈕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沒錯 VGMO 還有我想說阿刀這次的VGMO好像放了一隻CD 這麼嚴重? 對呀 因為有成十九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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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按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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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首歌已經很大分別了 對呀 這些不能播放了 這樣就不按了 總之他有十九首BGM 好了 還有 有得BGM的 就當然有這個BGM standby mode 按住BGM 是 那麼他穿了一下 藍色 但是這個呢 有一點不同的就是 平時CSM你再按 是轉歌嘛 是 那麼他再按是取消紅燈 那麼他取消BGM 哦 是啦 那麼我預約了 那我再變一次 哇 成身起雞皮 大哥 那個投入感很棒 因為平時CSM你自己選哪首歌的嘛 是 他現在是幫你 把手放進去的 但是相對變成你沒得自己選擇的 他十九首你譬如你上主題曲都好像沒有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會還原度高一點的 是還原度高的 那麼現在A mode大家記得所謂的基本變身都還是A mode 我玩了十幾分鐘的了 還是A mode 那麼A mode裡面我剛才有說過分 還有分四隻啦 是 那麼還有POSE變身 等身大變身 還有剛才忘記說的 最後一集金色迪加變身 哦 Gritatiga 是的 那麼我們現在試一下POSE POSE這位我大贊的 因為分別阿Dol跟POWER才回來公司 我都沒有人做的一事 POSE變身的 POWER出去做 對 POWER出去做 POWER需要做嗎 POWER 麻煩 POWER POWER之後長按右一顆鍵 就會轉變身動作 就是我說的那個Motion 等身大鍵 現在都按完這個了 他就會這個聲音 變身之前按右 這個聲音 不用說了 大家一聽又會知道是什麼 我出那個本集的TITLE 沒錯就是三個影 黑色畫面那個聲音 那現在按了一下 就已經是Motion 現在開始了 POWER來了 請起筷 請起筷 不要做錯 好準備 YOY START START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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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明了這段影片 剛才那一節是沒有任何後製的 還有POWER是沒有按鈕的 除了打開和最後按鈕之外 是沒有按鈕的 所以你說你打魚滷棍你喜歡迪加你死不死 死的 真的什麼東西都出光了 哈哈 好了看完POW這麼精彩的表演 接著就到第三個模式 等身大變身 對啦這次阿龜生才出場 就不用了 等身大變身和剛才Motion變身 這兩個模式都是要用到Motion Sensor 嗯 因為等身大變身 看它說明書估計 應該當年TV版的變身動作 都不同 噢 所以變了它的節奏就不同了 現在我先轉了這個等身大變身 再按多一下 好了現在就等身大了 就直接是這樣的 噢 對啦 這樣就變完了 這個就等身大變身了 類似沒有變大了的聲音 對啦 還有動作簡約了 應該跟回TV 好了 第四個了 最後一個 金色迪加變身了 那也是轉模式 然後這個金色迪加變身了 金色迪加呢 它有很多額外的東西 金色迪加變身呢 首先右邊按一下 就會有當年很多小朋友 在那裡的畫面 好 這個抽獎一點 但如果有看過最後一集 因為那時候大午是 困在那裡的 對啦 也不會忘記這個畫面的 當年 很多光 對啦 有很多光 那好了 夠光了 大午就伸出手 就拿點光了 再按一下 對啦 因為它是不會停的 它響成60秒 所以你自己 自己就 電好就收了 對啦 你覺得夠光就收了 充仔被你吸乾了 對啦 解不完之後呢 就按按這個就變金色迪加了 對啦 盗機戶就是睡著了 因為太多東西要玩 太多東西要玩 對啦 現在變成金迪加 所有東西又不同了 對啦 變成金迪加之後呢 那這個也是迪加的叫聲的 這個是沒有變的 但是呢 絕招呢 就有成四招的 喔 對啦 應該就是它 我當年出了四個形態 加一下特別招 是 那就只要這樣 都是按實一點 是 這個名字是叫 Glitter Bomber 跟著第二招就是 Glitter Punisher 跟著第三招就是 Glitter Seppelion Cosen 那我應該不知道 然後 G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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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第四招 他寫就是 Tai Ma Flush Shoot Special的發動音 我不知道是什麼 是不是像是回術的聲音 你看Flash真是胸口一點 這下像是邪神一點 好了,技能就玩完了 中間按鈕這次就會變成光的音效 應該是收窄那些 還是原生它散開了 玩完這裏就大致上 金迪加是完的 但是金迪加的完就很特別的 它不是飛走 因為金迪加當時是用盡了迪加的力量 以後 它就會消失音 而且光是不會穿的 剛才有穿的 是 消失音之後 並不是完結了 它已經變成石化的Spark Lens 它現在是石化狀態 因為你變成金迪加完了之後 它會自動變成石化 石化之後 大家都記得大結局最後Spark Lens是消失了 消失的聲音就這樣按一下右邊就會發動 正式就結束了 但結果是結束了 所以它也結束了 這樣A mode就結束了 Yay 之後到B mode 我的天 這麼多東西 真是辛苦阿刀剪了 Pow 剛才我們就這樣叫A mode B mode C mode 其實它很厲害 A B C mode是各自有改名的 A mode就是光之繼承者 剛才我們玩的就是變正義的迪加 那B mode是什麼呢 就是影之繼承者 哇 噩摩迪加 沒錯 EVO TIGA EVO TIGA 據我所知應該從來沒有商品收錄過它的聲音 哇 這個有點高興 這顆按鈕打開開關就是 B mode 已經聽到噩摩迪加的聲音了 B mode就是三個Mode之中最少玩的 因為你按摩迪加本身都是佔了一閘 所以它不會太多 B mode BGM有三首 那三首其實都是那十九首抽出來的 只不過它給回可能在那一集有出場的那些 事不宜遲變身按摩迪加 變身按摩迪加之前 它可以長按這個按鈕 會有一些當年應該是騷擾到變身器變不到的電視波聲 沒有記錯是否被它搶了變身器 就變成按摩迪加了 應該是正在射光的 我也要看回才知道 好了 這樣就變完了 變完之後呢 跟迪加大致上操作一樣 所以就不說了 首先叫聲 好淒泥 變成食帶的聲音 這下都不同了 對呀 這個很新鮮的燈聲 沒有聽過 接著絕招 哇 變得紫色 好正喔 其實它 是很有成員 還有 我還有中間一顆 還沒說 這個是我跟 我剛才給Pow跟阿刀聽 你記不記得是什麼 大家聽聽 記不記得是什麼 有四種類 有四種類 五種 最後一種 有没有印象啊 这一幕我当年看得很深奥的 基本上是狗一变完之后出来打到死 直至用绝招消灭它 这个就是影子继承者的模式 B模完了,好耶,好,接着C模,C模这个很厉害 叫做再临之光,何谓再临之光呢? 其实大家都记得,迪加经历过不同年代的剧场版 迪加蒂娜,迪加蒂娜加亚超时空 百兄弟,X的电影版 其实迪加都分别出场过 这一幕25周年,说明25周年习大城 收录了 这个重林之光模式,按另一边 就开了 这个声音已经很厉害了 重林之光里面有四套电影 如果你不按的时候,就是最普通的迪加蒂娜 光之星之战士们 我全部都一次过玩一次就算了 就预约了BGM 因为四种BGM都不同的 就是用回当年去登场的BGM 好,现在迪加蒂娜 下断声息 滑涛后面困住了,迪加救他的 當年我忘記了是Dicca這套的 在公仔裏變出來 好像是年輕人拿著一隻監獄 因為他只有年輕人有信話 在地牢那裏 地牢困住所有人在下面 然後Dicca不夠抽 應該是被怪困住在身體裏 這個就是Dicca Dicca 他的BGM應該都是響到盡 所以我們轉 轉之前都是飛走 而且他飛走這一刻很特別 他是跟回當年電影 他不是飛走的 好像也是消失的 消失 這樣就消失了 接著轉 迪加蒂娜加雅超時空大決戰 也是這樣轉 然後預約BGM 好 這一集是水晶球許願 然後他們兩個都出來了 那時候嘉然是不夠新的擺盤 所以 最重要的是這個世界裡面 是沒有超人傳載的片集 對 因為這兩套劇場版 說真的 這兩套劇場版 小時候不停滾走的 DVD VCD 外子動畫都出來了 不停看 好了 照舊了 應該都是消失的 不是飛走的 接著就轉第三個了 大決戰 超人8兄弟 回到場夜播自己 對 預約BGM 再來 接著就照舊了 解除變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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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 就是這個劇場版 Ultraman X Kidazo Warela no Ultraman 是 是 Kidazo Warela Ultraman 好 好 阿鵬好像有話想說 因為這套我和阿鵬一起看的 我睡著了 是 這套我管是日本看的 我管是日本看的 對 那天我記得下班和阿鵬看的 但我睡著了受不了 是 阿鵬有話想表達 因為很明顯的分別就是 因為 剛才聽到迪嘉的聲音 因為那一刻是兒子要保護媽媽 他變身那一刻就在大廈爆出來 一拳墳下去 所以又 我忘記了 那一套我唯一失望的是 吉田的女兒 麗內隊員 又不是演出麗內隊員 對 找麗內隊員回來不是做麗內隊員 是什麼玩法 他不是做小孩子的媽媽 對 所以整件事搞得很混亂 又好像有關係 但又好像沒有關係 又不是那個人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嘩 所以就欺負了 直到他們起身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已經在打我才起身 是很尾段的 是 是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當中有些細節上我們就不試了 就是 最大分別的所有形狀 都完結了 他飛走是怎樣的 這個飛走 好,接著 其實我們就 太長了 太長了 原本打算詳細一點對比的 其實對比的都很快完 其實對比的都很快完 因為舊了 那PAL展示一下 到你示範一下 舊了 什麼玩法 應該一開機就有BGM 是啊 這個是強制性要你聽的BGM 為什麼要這樣做 最重點不要緊 強制性要你聽BGM不要緊 這首BGM呢 它是減到不倫不累的 是去不了高潮位的 咦? 剛剛已經Loop了 對 對 再聽一次 很快的 哎呀 就是這裏 我看到已經打定拍子了 所以你說 我當時玩的時候 我在等那個聲音 咦? 等一生也沒有 原來沒有的 接著可能變身了 變身 好了我們試試不變身 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試試看 它有病的 它迫你一定要你聽 是啊 我們拍攝的很煩 你聽不要緊 你給我一手完整的 我聽 它有沒有的 大哥 還有剛才的燈 幻彩并噹噹 綠色也有 神經病 你為什麼會大陸沒有 不過其實當時來講 只可以這麼說 它加入了轉方 其實已經是大進化了 只不過你一有這個 就是 就是 我中立一點說一句 其實這支的音量 就是舊版 音量聲效 各樣東西都不是太差 只不過 就很討厭 就是一個強制的VGMO 以及高級到不能不累 沒錯 但是如果 以開山的第一支來講 我覺得都OK 還有合金 還有兩支都很重 今天的爆箱指數 9.5分 好高分 就是臨界點了 其實 為什麼是9.5分 首先講它的優點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它有缺點 剛才的臨尾想到的0.5分 在哪裏呢 就是沒有長野薄白聲 噢 即是如果有長野薄白聲 有什麼理由 這個是大型的 當然沒有有和沒有 影響不大 只不過你有了 就真的完全 完全 原本 所有東西 但是其實現在9.5分 都已經是很高的分數 因為 你想一下 它由最舊玩到你最新 最新的X 即是中間幾多年了 你都齊了 還有講你 阿摩迪加這些其實是很優點的東西 對 因為 我想它都是軟 真的軟 我覺得比起阿摩迪加的話 劇情版那四個是更加優點的 對 沒錯 我覺得它有那個Motion 動動變身 我已經是直回表 對 因為你說真的 雖然開頭我都會和阿Dole這樣想 就是最初 喂 Spark Lane 沒有什麼玩的 其實都是這樣 那我就是打開 但是你想一下 它加入了 轉方式 本身有 它強化來說 加入了三個Mode ABC Mode Motion Motion Sensor 還有燈光改進 其實 這三個東西 你想一下 我們這樣快速玩 都要玩半個小時 如果真的在自己慢慢玩 對呀 還沒有按完 對呀 其實是說這支玩具 可以玩到接近一個小時 還有 尤其是我們經過 我們玩完這一盒之後 更加覺得這一盒 是真的沒得輸的 還有我經常和阿Dole玩這個系列 其實永遠永遠 說了十次都是一樣的 最怕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這個系列之前的作品 你大部份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你除非你是超級粉絲 你連對白都背熟了 那你就知道他做什麼了 但這個呢 是不需要 你看到剛才玩 其實阿Dole都說我 你記得了 其實我昨天也是玩了一次 因為真的不太複雜 你只要稍微喜歡迪加 其實你都可以分得到他的分別 對呀 差不多了 不說太多了 因為這段片 阿Dole現在在後面頭暈 你眼淚就心去流 對呀 喜歡迪加的朋友 都有一句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這個是 真的25年大成的 真的是FANSI 必買的 只需要有這個 你之前那些可以丟掉 好啦 今天就到此一日子 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記住 買到變窮鬼 最怕你不看呀 我們是 爆雙兄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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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